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不少人局限在窄窄的个人偏见里 随意评价别人 背后议论他人 还以此为乐趣 很多人明明不了解真相 只是通过别人的某个举动或某句言论 便理所当然地妄加评价 让人感觉轻率且充满恶意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一个人有没有素质就看他的脸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你走过的路 读过的书 见过的景 就像食物和水一样喂养着你的修养 一个人的修养外化于形 会表现在人的相貌上 你的一举一动 一平一笑 都体现着你的修养 常言道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个人的目光发自他的内心世界 从一个人的目光里 我们还可以读出他的修养 人的语言可以造假 人的身份也可以造假 但是一个人的目光却是高度防伪的 因为一个人可以很容易改变他的服装 但是却难以改变他的目光 据《诗说心语》荣旨记载 当年曹操作为匈奴使臣 他自以为行漏不足以向远方强悍之果 现实天威 特叫崔记归 代他充当大势容色 自己则握刀 立旁作侍从 事后有人问使臣 魏王如何 匈奴使者回答说 魏王形态仪表倒也不凡 但是旁边那位目光炯炯有神的握刀人 才是真英雄 善良的人会发出自己纯净善良的目光 去变真伪 发现美 责良美 而心术不证人 眼睛是不能掩饰他的丑陋的 一个人长得再漂亮 若是眼睛里藏着邪恶 那么此人定不是善类 曾国藩在《挺经》上也说 料则胸中正 毛则胸中不正 黑猪黄者有胆 淡黄深黄 数道分明者 胆大而多志 大意是 眼睛明亮的人心术正 眼睛看不清楚的人心术不正 眼珠带黄色的人有胆量 眼珠中淡黄 深黄色几道分明的 胆量大而有炙虑 眼睛朝上的人傲慢 眼睛朝下的人 内心有忧虑 偏头旁视的人心怀不轨 眼神安定而向流星闪电的人会大跪 眼神乱动而大声说话的人令人讨厌 所以看脸识人时 眼睛里藏着真相 正邪都藏在同人里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 他曾说办事不外用人 用人必先知人 在其成就一生工业的过程中 看人面相之术发挥了很大作用 曾国藩还曾根据官人之法 做了一个口诀 邪政看眼鼻 真假看嘴唇 公民看气概 富贵看精神 主义看直爪 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 全在语言中 那天李鸿章带了三个人 去拜见曾国藩 请他提拔 曾国藩看了一下 便做出了决断 说到面向门厅 站在左边的那个人 忠厚可靠 可派他做后勤一类的工作 中间那个人 阳奉阴为 两面三刀 担不得大人 右边的是一将材 应当给予重用 李鸿章惊奇地问 还没开始用呢 您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曾国藩回答 刚才我走过他们身边 左边的一直低头 不敢仰视 态度公顺 可见是个谨慎老实之人 中间那位表面上 恭恭敬敬 可我一走 就左顾右盼 可见是个 阳奉阴为之人 右边那位 眉目轻正 始终从容冷静地站着 可见其 气度不凡 前途无量 最后三人的所作所为 也验证了曾国藩的说法 正所谓 命由己造 相由心生 一个人的精神气质 性格品行 总会在相貌上 留下难以隐藏的痕迹 例如善良宽厚的人 多半慈眉善目 面相柔和 让人感觉和蔼可亲 而蛮横凶狠的人 多半脸色猙獰 眼光犀利 给人阴沉刻薄的感觉 一直相信 以貌取人有一定的道理 这里的貌 并非肤浅地 指外表美丽与否 而是融合了 一个人的品行气质 道德涵养等等 所塑造出的整体形象 现实生活中 你的容貌 会暴露你的品相 同时你的行为 也在改变 并塑造你的面貌 俗话说 命由己造 相由心生 曾国藩对人才的识别 正是通过一个人的眼睛 和外貌动作 看出来的 人的灵魂 是可以反映在相貌上的 就像中医的 万文万切一样 人的脸 连着人的情绪 而人的情绪 又反映着人的修养 有人认为 看脸识人太武断 是一种偏执 没有理论依据 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 是因为大部分人 都不具备曾国藩 那样的非凡的识人能力 一个人有没有修养 都写在脸上 每个人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 是不能轻易改变的 但精神长相 却可以通过 自己后天的修养 来改头换面 这就是内在与外在的 相辅相成 这种非凡的时任能力 希望你我都有 你的面向 就是你的修养 古人说 有心无相 相逐心生 有相无心 相随心灭 越近沧桑 人所经历的一切 都不会凭空消失 而是形成了人的 第二仪表 经受不了岁月打击的人 会更快地 变得面容枯高 甚至是狠力 只有经历风雨 不改本色的人 才会变得越来越好看 有一位雕塑家 他突然发现 自己变得越来越丑 找遍了名医 都无济于事 偶然中 他游历到一座寺庙 有位长老说 你这病 我能治 但条件是 要为我雕塑几尊 神态各异的观音 雕塑家欣然接受 不断钻研 模拟观音的各种形态 半年后 当雕塑家 教完拆 发现自己变得端庄的相貌 他这才醒悟 自己变丑的缘由 是雕塑了大量 丑陋的叶叉 脸虽然是天生的 但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 做加减乘除 如果你想要变得面善 那就心存善念 并身体力行 如果你想换得 一脸凶相 只要做一个蛮横无礼的人 做一个阴晴不定的人 人的面相好坏 最终还是取决于 人的自律程度 修养高低 一个人的脸 就是一个人价值的外观 它不仅藏着你自律的生活 还藏着你正在追求着的人生 孟子说 无善养 无浩然之气 人的气质 经岁月历练 善心养成 周年以后 就会面目有光 这便是一个人的精神长相 三十岁之前 长相是父母给的 三十岁之后 是自己修的 精神长相不好 就只能怪自己了 生活中 若想要塑造一副好容貌 一辈子左右逢圆 成精名利 除了要注重外在的修饰 还要注意内在的修养 做到内心向善 宽容豁达 在岁月的打磨下 总能一点点 修炼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